我想回應鄭若驊的兩點 第一,就是他剛才再一次搬了龍門 他剛才用的字眼解釋吳檢控梁振英這個決定 他說這個案是沒有apparent bias,是明顯的偏頗 但是根據律政司過往外判大律師的守則 他們八指一字是寫得很清楚的 這個是potential bias的perception 就是一個潛在的語人,一個偏頗的觀感 就應該要外判大律師 而他上一次在機場打,大家記得 他用的字眼就說這個案是沒有顯性的偏頗 這個也是違背了律政司多年來的守則 八指黑字的說法的 那我多次公開質問鄭若驊 究竟這個守則是否在他任內修訂了 為什麼修訂和什麼時候修訂 他到現在都是沒有回應過的 如果是因為梁振英案 而將可能與人偏頗觀感 就要外判大律師 這個指引改了做要明顯偏頗 而那種明顯偏頗 是鄭若驊自己一個人說了算 他說沒有偏頗就沒有偏頗呢 那現在香港的法治 就變成鄭若驊一個人的人子 第二點我想說的 他不斷在此重申檢控守則 我手頭握的就是檢控守則 律政司的網頁的資料 裡面檢控守則 第一點 他說守則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要促進檢控工作 貫徹一致 盜絕不同案件出現不必要的不當差異 他剛才回答立法會質詢的時候 因為他一直在寫法律政司法律 尋求法律意見的中數很少 因為香港不是那麼多特首 是涉及刑事案件 要去檢控的嘛 近年涉及高官的刑事案件 都是屈指可數 但是我們數回歸以來 那麼多高官 政府高層的刑事案件 你劏顯明好 許是仁好 曾蔭權好,林粉強好 這些全部都有外判大律師尋求獨立法律意見的嘛 我們現在就是質疑著為什麼你違背律政司的檢控手質 為什麼不同案件是有不同的對待 這個是不是違背了你的檢控手質 第一點,要去確保檢控的政策是有一貫性 現在鄭若驊在機場是沒有回答記者朋友的問題 記者朋友問他這幾個案件為什麼又外判了 他就說我不評論過往的案件 這樣就讓人覺得鄭若驊一個人和過往這麼多政司司長的做法 是截然不同,採取不同標準去處理梁振英案 這樣就在損害市民的信心 這樣就與人偏頗的觀感 所以鄭若驊呢 大家看看昨天的評分 他根本是沒有這樣的公信力 是繼續做律政司司長的 他應該要儘快問責下台 OK 我看不到我們聽完他這麼久以來的回應解釋 對他有任何信心 市民在最新的評分已經是講得清楚了 是他表現失敗 他根本是沒有這樣的公信力 也沒有這樣的能力 繼續擔任律政司司長這個重要職位 因為這個職位是守護香港法治的 第一人來的嘛 而市民大眾如果是對他沒有信心 無論他做什麼決定 大家都會覺得 你是不是有利益衝突啊 你是不是偏頗啊 你的決定是不是為了有些權貴去做的 人家有這樣的印象 香港的法治已經急急可危了 怎麼可能 我們不是在心裏面的條蟲 沒有辦法證明他 一定是跟梁振英 是怎樣打龍通 所以就不告他 我們沒有這樣的能力 去轉入他腦海裏面 讀他的思想的嘛 但是我們看他的決定 他的決策程序 就是嚴重違背了過往律政司 一貫的做法 採取截然不同的標準 處理不同的高官 讀讀是梁振英 是不外判獨立的法律意見 這個就令到市民大眾 對他投下不信任的一票 剛才聽完他之後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最重要的 都沒有解決 我聽完他講 是感覺到非常憤怒的 大家看他裡面那個說法 重重覆覆去朗讀 那個檢控守則 不斷拉布 建制派議員 連黃定江問完的問題 都要再去追問一次 再拉多一次布 拉到根本只有三個議員 是可以追問 正常來說都不是這樣的情況 你看到他 是有很多重要的問題 是沒有回答的 第一 就是 究竟他不檢控梁振英 的具體理據是什麼 他的聲明 只是短短幾句 解釋不檢控 這個根本就不是一個 合理的解釋來的 只是宣佈決定 一堆是 看不到的邏輯 也都不知道廉署 調查結果 達至 他自己的結論 第二 就是 不外判大律師 為什麼 一個公眾看起來 有這麼嚴重的偏頗 或者是有你的衝突的案件 而根據守則 他是應該要外判大律師 為什麼不做呢 他是不是因為擔心外判大律師 的話 拿回來的意見 會對梁振英不利 所以他就 唯有閉門造居 自己一手攬上身呢 第三 過往這麼多案件 都是有外判大律師 給意見的 為什麼獨獨是梁振英這件案 有截然不同的處理 而他是沒有辦法解釋 這個差異呢 這個是問題的核心 如果他擺了所有的理據出來 他做了足夠的程序 問了法律意見 如果真是大律師說 獨立的意見 說不檢控他 是基於什麼理由 擺了廉署 重點的調查結果出來 大家有目共睹的話 我們唯有尊重 但是他沒有 而過往 我們看回 譬如林粉強案最近來計 就是 吳檢控林粉強也會列清楚 廉署調查結果是怎樣的 再去 有一個法律的分析解釋 為什麼吳檢控林粉強 起碼清清楚楚 被人看到 但是現在 是完全沒有的 無論是梁振英好 還是周浩鼎好 都沒有的 周浩鼎 我再補充一點點 大家不要留下他 律政司的聲明只有三點 一就是確認了周浩鼎 是交了梁振英那份 職權範圍的草稿文件 上來專責委員會 第二句他就說 這個文件不會影響到 我們委員會的正常運作 第三句就說 這個不當行為 被嚴重到 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大家其實完全理解不到 道理和邏輯的 一個這麼嚴重的案件 行政長官透過立法會議員 去干預針對他的調查 這樣都不夠嚴重 怎樣夠嚴重 我多次問 鄭若驊也是 事若無睹 聽而不聞 一路不回應 她就說 她會有所謂的 審議案 去處理案件 去避免 避免 有所謂的 偏向 偏向 她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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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 她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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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正正解釋清楚 你不檢控的 決定理據 和你跟回整個程序去做 這樣 公眾看完 法律學者看完 大律師業界看完 覺得 都是合 扶程理 的決定 反而 這個案 就會 到此為止 你不解釋清楚 不跟程序去做 自己隻手遮天 跟著就說 你信我 那 人家怎麼會 信納你的決定 過往 我們看到很多 決定不檢控的案件 所以 律政司的聲明 是洋洋灑灑 由幾頁子到十幾頁子不等的 這次是一板子多些的 裡面根本是沒有具體的內容 和法律分析 其實等於 鄭若驊宣布 她 不檢控的決定 指此而矣 這樣 就叫做 解釋清楚給公眾聽嗎 其實她越誤解 市民大眾越質疑的決定 越質疑梁振英 是不是應該被檢控 反而 其實對梁振英 可能 是造成不公的 如果是無辜的話 OK 謝謝 謝謝